在當前全球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 有調查顯示六成的本國家長 經常會擔憂到子女未來的財務狀況 多數家長都會關注到要為此而作好準備 要教導青少年理財 避免他們日後落入個人的信貸危機 在今晚的消費點滴 我們請來財務專家 跟我們分享一些建議 教導我們如何為子女提供正確的理財觀念 最近一個由銀行委託進行的調查發現 大部分的家長關注到他們的子女 會重蹈他們的覆設 未必能夠應付未來的財務挑戰 傳統上大多數的父母會教導子女儲蓄 但是在當前經濟不穩定 以及通脹高企的情況下 只能有更全面的理財教育 他們會比較傾向於或熟悉儲蓄的概念 預算規劃來說對現在的小朋友 對於他們將來的理財 和自己如何控制自己的財務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周梁指出 家長要找機會和孩子交流經驗 分享適合他們年齡的金錢概念 例如分配零用錢 責任消費等 並且可運用可扣的網上資源 培養他們成為金錢的精明消費者 日用品 讓他們自己明白金錢的價值 我們的建議都是父母應該是比較開心現成的 和小朋友去談金錢這個話題 以及幫助小朋友去分辨 什麼是他們需要和什麼是他們想要的 其實不少自願組織和金融機構 到有為不同年齡層的青少年以及兒童 設計適齡的人門理財資源 讓他們從小習慣作出金錢的決責 去儲蓄和消費 為保障他們的財務未來打好基礎 理財是一項既不能迴避 亦都不應該拖延的生活技能 家長作為精明的消費者 讓我們一起由今天起 好好教育下一代怎樣善用金錢 今晚的消費點滴就講到這裡